小伙伴们,刀里藏刀,刀后右刀 就是我对这次迪西亚传说任务的总结 实话是说,毕竟玩了那么久,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刚开始我没觉得这次任务有多虐 然而他虐完一刀,还有一刀 非要虐到你傻为止 大家跟着我看下来就知道了 首先我们在大巴扎偶遇了迪西亚和迪娜泽代 这时迪西亚刚从沙漠回来 迪娜泽代本来是想让他带自己去沙漠玩的 但迪西亚却一直推辞,看上去心事重重的 在一番追问下,迪西亚才说出了实情 在虚名有个最臭名昭著的杜金旅团 叫神王之仪 这个不认识,不要紧啊 关键是他底下有一个附属团 叫阿赫玛尔之虚 最近在兴风作浪,甚至敌我不分 连别的拥兵团都打 而这个团正是迪西亚父亲的团 迪西亚并不是很喜欢他的父亲 大大咧咧,酗酒好色 只会跟他讲些幼稚的童话故事 所以他后来离开了父亲 至于母亲 迪西亚更是完全不知道是谁 此刻他正在考虑调查父亲的团 看看到底是不是在作恶 而我们自然也就要加入了 妇女相谈嘛 这个刀我预见到了 我不觉得刀啊 那么根据迪西亚自己团队的情报 我们找到了正在销赃的拥兵团 但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从账单来看 给拥兵团提供物资帮助的 正是迪娜择带的老爹 这就开始复杂了呀 先是迪西亚的爸爸有问题 再是小姐的爸爸有问题 但本着坦诚的原则 迪西亚还是把这事告诉了迪娜择带 后者其实以前也怀疑过 自己明明病痒痒的出不了门 为什么父亲要给他找个保镖 而且家里面好手很多 偏偏特意从外面招了个迪西亚来 但是猜也猜不出什么 于是果断把老爷约了出来 当面对质 老爷倒也完全不隐瞒 说出了曾经的故事 那就是迪西亚的父亲 曾在沙漠救过自己 也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而在多年之后迪西亚的父亲满身是伤的来找他 托付他让迪西亚来给他家当个保镖 用意是让自己的女儿远离拥兵团 当个普通人 毕竟他自己在那个神王之仪的拥兵团里臭兵昭著 已经没有退路了 此外老爷看他自身的现状也很差 所以决定给他提供一些物资帮助 毕竟也是曾经的救命恩人嘛 不过这样的解释 却让迪西亚有点懵 他以前跟父亲分别 是父亲还很强壮的 现在也应该是在作恶 怎么会浑身是伤呢 为了找到父亲的佣兵团 我们在晚上找到了一个贩卖武器的中间人 通过威逼利诱获得了地址 反正一个个地方跑就完事了 来这之后自然是要浅浅的打上一波 不过毕竟都是小时候认识的人 没有下什么狠手 对了 大家觉得迪西亚的抗打断和挂火怎么样啊 挂火其实有点慢 但一手抗打断 有没有剃掉钟离的实力 OK打完之后 迪西亚要见老爹 得到的回答却是 他爸早就死了 什么 是在去神王之仪总部后死的 神王之仪之所以拥有很多附属团 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很多佣兵团的案底 逼迫他们去做更多的坏事 迪西亚爸爸首先是送走了迪西亚 第二步就是去神王之仪总部 把佣兵团的案底全都烧光 让兄弟们都能够自在的生活 不用再被威胁 也不用再做坏事 那兄弟就是兄弟 老大这样牺牲 以下的团员们肯定想要复仇啊 所以最近开始针对神王之仪 对他们的一些佣兵团出手了 很明显复仇计划摆在眼前 我们铁定是要参与的 于是我们直接杀到了总部 这就是神王之仪的老大了 他说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 打不赢就要自杀了 就是这样 打掉这个佣兵团之后 我们来到了曾经被迪西亚 爸爸火烧的档案室 那里只留下了他的拐杖 这是他奉献自己为佣兵团 做出的最后贡献 古人啊 这不是你小时候的玩具剑吗 是的 本来他死了我还能忍 但一唤起青鞋 我就感觉都起来了呀 临终盘踞的巨龙 已经被迪西亚公主斩杀 龙头高悬于沙城之上 他的勇武将使我等 勇响和平与昌盛 来快 最关键的一句台词 你 你来吧 打败巨龙的是你哦 大家都想听你说话呢 还是这么紧张 算了 我来吧 我在此宣告胜利 以后不会再有恶龙了 我在此宣告胜利 没有恶龙了 老爹 但这还没刀完呀 事后拥命团都自首了 而在老爹的遗物里 迪西亚发现了一封父亲写给他的信 信里信息量巨大 最大的爆料就是 迪西亚其实是他捡来的 压根不是亲身的 我去啊 现在在联系前面的亲情和奉献 那是真的感动呀 关键为了让团圆接纳一个婴儿 他愣是把自己塑造成酗酒好色的形象 说这个孩子是他在外面犯下的错误啊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好了 迪西亚 你有我们梦寐以求的自由与善良 接下来的人生 自己选吧 那么之后呢 迪西亚决定试着去找找当年以其他的父母 当然我们也会帮忙的 大家说 有没有可能真的在未来的旅途中会遇到 不为其他 只是想告诉他 有这样一段故事 曾经有个吊儿郎当的 喜欢乱来的 既幼稚又伟大的人存在过 我也有机会成长为现在的我